日前有消息称 目前鸿蒙HarmonyOS Next开发者预览版 已不兼容安卓 华为可能明年推出不兼容安卓的鸿蒙版本 对此一类人士表示 华为内部确实有这计划 就是明年推出不兼容安卓的鸿蒙版本 但目前内部还没有下发相关通知 所以具体何时推出暂不明确